一定要抓紧每一秒钟的时间来学习 要明白学习不是学生的专利 了解自己最困难 给人忠告最容易 人生不可能总是顺心如意 但持续朝着阳光走 影子就会躲在后面 刺眼却是对的方向 人生不能像做菜 把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人生有许多事情 正如传后的波纹 总要过后才觉得美 人生就是一场未知目的地的旅行 更多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接下来 会遇见怎样的未来 只不过有时候 我们只是一味的狂奔 却忘记了旅行的意义 人的眼睛长在前面 只看到别人的缺点 却看不见自己的缺点 人都是在原谅自己的那一分钟 开始怠惰 人类能达到的最高活动 是为了理解而学习 因为理解就是自由 千里之路必须从第一步开始 圣人的境遇也是凡夫起步 不要惧怕未知的事物 这可能是你最大的优势 确保你的做法与众不同 不管个人本身拥有多少权力 每个人偶尔都会感到无能为力 无论我们能否发挥力量 我们都拥有权力 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 是值得我们深深景仰的 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 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崇高道德法则 生活从不会因环境而变得无法忍受 只有在缺乏意义获得的情况下才会如此 任何人都可以放弃 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做到的事 但是当所有人都认为你会崩溃时 你却坚强振作起来 这才是真正的力量 先易后损 则恩返为仇 前功尽弃 先松后谨 则管束不下 反昭怨怒 合理的人适应世界 不合理的人坚持要让世界适应自己 因此 所有的进步都依赖于不合理的人 在世界上从众过活是容易的 在独处中按照自己的意见过活也是容易的 但伟大的人是那个在人群中完美地保持独立性的人 在失败真正发生前 那种感受就已酝酿很久 这种内心的脆弱会滋生自我怀疑 接着因恐惧而逐渐增强 这通常是刻意的 如果你什么都不去尝试 你就不会失败 要过上你想要的生活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有一天有个人跟小明说 请叫一下 小明就叫了 有两种人会告诉你 你无法在这世上有所作为 一种害怕尝试 另一种害怕你会成功 有时 谎言只是一种保护 不知道真相也是一种幸福 有时候 没有下一次 没有机会重来 没有暂停继续 自由不是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而是教会你不想做什么 就可以不做什么 一句温暖的话 就像往别人身上洒香水 自己也会沾到两三滴